你没看错 我在2020年9月买了一台 2018年的iPad Pro 12.9英寸 1GB版本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需要强调一点 现在是2020年9月1号 也就是说最早再过两周 最晚到下一个月底 苹果将会发布它全新系列的iPad 如果说你手上已经有够用的iPad 或者说iPad Pro 或者说你并不需要那么大的储存空间 来做剪辑的话 那么请直接跳过今天的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对于需要在这个时候 买一个大容量的iPad的朋友呢 就请接着往下看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这次为什么要买一个 ETB的2018款iPad Pro 12.9英寸吧 在正常情况下 我肯定不会花钱去升级iPad内存 因为我已经有了一只2TB的SSD 非常好用 也非常够用 但是如果说当2018款ETB的价格 只等同于你2020款256G的价格的时候 你该怎么选 当然得买 总的来说 这次买ETB的2018款iPad Pro 12.9英寸 有以下三大原因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2020款的iPad Pro 良品率太低 我之前买的那一台 就是一个惨次品 什么问题呢 屏幕背光不足 我现在就用这个2018款 大家看一下2018款 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当你要打开一个像Procreate这样画画 以纯白为背景的APP的时候 就会非常明显的发现 底边以及下面的两个角 比屏幕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按 就是雾蒙蒙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iPad Pro它用的是LCD屏幕 LCD屏幕自己是不会发光的 所以说它需要就是有背光 那么非常明显 我之前买的那一台呢 就是背光不足 后来我给这个苹果打个电话 他们给我换 但是总共换了两次 都有同样的问题 最后苹果就建议我说 你不如就先把它退了 退了之后 你等这个9月10月出了新品之后呢 你再买新的 希望大家手上的这个iPad 没有这样的问题 可能就是我比较倒霉而已 但是呢也因祸得福 知道了在今年的9月和10月的时候呢 苹果会发布它新系列的iPad 甚至还有这个MacBook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现在不是非常着急 我建议就等一等 那么我现在为什么那么着急 买了这个2018年 就是因为价格非常便宜 好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它的芯片 那么2018款是A12X 2020款是A12Z 其实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就是孪生兄弟 然后跑分各方面 也是不相上下 所以说当你有机会用更便宜的价格 去买2018款的时候 千万不要选这个2020款 如果要选2020 也要等到90月份 它真正的2020款出来以后 再去选购 第三点就是在iOS平台上 最好的视频剪辑软件 LumaFusion 目前还暂时不支持 外挂硬盘剪辑 也就是说每次做剪辑 你都需要把素材完全的导入到iPad里面 那么这个从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 你可以剪辑的视频的这个大小 如果说你是用4K 那么可能256句你一个视频都导不进去 可能就是几条素材 256句马上就满了 但是如果说你换成一个TB 那么最起码最起码可以保证你一个Vlog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甚至如果说你拍的比较短的话 两个Vlog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之后你再把这个素材 烤到其他的硬盘里面 那么这个就大大提升了 在iPad Pro上做视频剪辑的可用性 以上就是三个 我这次换成2018年 最主要最主要的这个原因 那么现在我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2018款的这个Promotion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加拿大的朋友应该都非常熟悉 我记得一下曾经吞并了 The Fisher Shop的美国电子零售巨头Best Buy 这次的Promotion活动 正是在Best Buy的官网上悄然进行的 它没有打什么广告 但是当你点到iPad专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2018款的iPad Pro 正在以低廉的价格被捆绑销售 套餐里面有11寸或者12.9英寸的iPad Pro 以及与之对应的保护盒保护膜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会不会是OpenBox或者说Refurbished 因为在北美大家都有退货的习惯 那一言不合就退货 所以说很多时候那个商品还完好 厂家就会重新包装拿出来销售 这个叫做OpenBox 那还有种情况就是机器本身有问题 退回去之后呢 经过这个官方的翻新变成翻新机 拿出来售卖 这个叫做Refurbished 当时我就给客服打了电话询问 客服也保证说绝对是全新的 所以说我二话不说就买了一台 只是可惜没有抢到LTE版 只买到了WiFi版本 因为LTE和WiFi版本它是同样的价格 非常划算 那如果说你抢到了LTE呢 你就总共省了900多加币 我这台呢是省了700多加币 也还不错 但现在呢是12.9英寸已经全部售罄了 只剩下WiFi版本的11寸iPad Pro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具体有多便宜 正常的2020款iPad Pro 12.9英寸 ETB内存的售价为1949加币加税 税后2240加币 约等于11876人民币 即便是用上学生折扣 也需要1819加币加税 税后2091加币 约等于11084块人民币 相差了800块人民币 而2018款iPad Pro 12.9英寸 ETB的售价是1330加币加税 税后1530加币 约等于8109人民币 那么在这个价格其中呢 还包含了套餐里面的钢化膜和保护壳 总共是91加币 核算480人民币 如果你不想要保护壳和保护膜的话 你可以以91加币的原价退还给Best Buy 最终获得一台7629人民币的裸机 这个比学生折扣下的2020款 还要便宜了3455人民币 所以说非常值得考虑 只是可惜现在12.9英寸已经售庆了 所以说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还剩下的11寸到底是什么价格 好了 我们现在到了Best Buy的官网 我之前已经把还可以买的 2018款11寸ETB的iPad Pro 全部放到了购物车 咱们来看一下 现在还有灰色和银色可以选 目前看来 所有LTE版本都已经售兴了 不过幸好的是 现在还剩下了WiFi版本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售价 现在是1150块7毛9加币加税 总共揭约了635加币 其实仍然是非常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套餐 我接下来会把所有目前仍然可以购买的 iPad Pro 2018款的链接放到视频的下方 但是这个地方我需要给大家说明 我不拿任何的提升 我也不是给Best Buy做广告 只是单纯为了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不错的deal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我希望大家喜欢 赶快去看看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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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